Hello 各位好 我是Raymond 雷萌子 這一次更新 iOS 13 之後呢 我會擔心一件事情就是 當我更新完之後 我的常用的 App 到底有沒有跟上它的更新 所以這一點其實我蠻擔心說 如果我更新完系統之後 結果 App 沒跟上 是不是可能會造成一些 當機啊 或者是 開不了 App 的狀況 那所以我就是更新完系統之後 去 Apple Store 裡面 要去關心一下我那些常用的 App 到底有沒有跟上更新 要一些更新要去做點選 好 那當我點到 Apple Store 裡面之後 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 Apple Store 裡面 所有的選單下面這邊 完全沒有我的 App 更新的按鈕都沒有 因為之前都在下面這邊嘛 對不對 結果這一次更新完之後 發現東西都不見了 好 那 這問題的時候其實我也是 蠻驚訝齁 所以我去找了一下 好 那我找了之後呢 它有兩個地方可以開啦 第一個就是 假設你的手機有 3D Touch 的話呢 我們可以直接點著你的 Apple Store 長按 長按之後呢 跳出選單 我們就點選更新項目 點進去 好 點進去之後呢 找到這邊更新的 沒有更新就按下更新啦 我從這裡按 它就跟我說 最近已更新 我的是因為有開啟的自動更新 所以這邊我就都 只要連上 Wi-Fi 之類的 或是我開數據之類的 它自己就會跑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開啟自動更新呢 好 因為我覺得 有些時候 若你覺得不合一了 不是用的 App 就直接把它移除了啦 好 它如果會留下 基本上都會用我 所以我會開車讓它自動更新 我就不用去注意說 到底有沒有更新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要點回 主畫面 好 然後點到設定 好 點到設定 點到設定之後呢 進去 往下移動 好 找到這一個 iTunes與App Store 這個選項 把它點開 好 點開之後進去 進去之後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App更新項目呢 你就把它打開 把它打開 把它打開 這個打開是什麼 上面這裡有寫 自動下載 好 所以我就是 打開之後呢 它就是會自己去下載 與安裝 自動下載其他 裝置上購買的新項目 包含免費項目 就自己會去啟動 好 這些就 自己通通會去啟動 所以 我們就不用去擔心說 咦 我那裡都沒有更新喔 所以這部分就是 當你發現這次更新完之後 你的App不知道去哪裡更新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些方式 去做一個更新項目的設定 好 不然真的不知道 到底 App到底是 裝到哪裡去都不知道 好 這跟大家分享 日後呢 大家再慢慢調整一下 好吧 試試看吧 好 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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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